骚动的城墙 在此刻寂静无声 空气中仿佛有着寒气悄然扩散开来 令人忍不住地悄悄打了一个动作 时轩脚踏虚空 阴厉的目光死死盯着林洞 他的视线极为刁钻 一寸一寸地缓缓在林洞身上扫过 眼神锐利地 仿佛要将后者里里外外 看个通透一般 然而对于时轩这等锐利阴寒的目光 林洞却连眼睛都未曾抬一下 只是淡淡地笑道 怎么 薄英王朝舍不得拿出一百万年判单 换取雷蛇等人性命吗 时轩语气森森地说 林洞 做事留一些 日后好相见 有些人 你是得罪不起的 不要为自己埋下火根 不然 等后悔的时候 恐怕就晚了 林洞探了探手 手掌一扬 小颜巨大的芒尾 陡然掠出 那芒尾之上 切切实实捆绑着九道身影 正是雷蛇等人 给你实习时间 到时候 若再见不到涅槃丹 我便直接全部杀了 林洞的声音波澜不惊 仿佛在说着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但就是这种平静 反而令得那时轩 眼瞳都是微微一缩 城墙上一片死寂 不少人都是感觉手心毛汗 目光颇为古怪的望着 那远处那道身影 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 为什么这个家伙 在面对石轩这等强者时 竟然还能够如此淡定 是洋庄出来的吗 石轩阴森的目光 微微闪动 旋起 沉声说 林洞 我念在 你也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若是你主动放了雷蛇等人 我可以不计前嫌 并且邀请你成为 我摸焉王朝的客情 给你经纬丰厚的待遇 林洞偏了他一眼 玄机一笑 然而 就在石轩以为 前者有所松动时 林洞拿弹幕的声音 便是接着传出 时间到了 看来 你并不在乎 魔影王朝会损失掉这些人呢 话音落下 林洞心肾一动 强大的精神力 便是在面前 凝聚成九根尖锐的精神长矛 然后 袖宝猛的一挥 精神长矛便直接掠出 毫不留情的 对雷蛇等人轰暴而去 而就在精神长矛射出之时 林洞眼中也是杀意涌动 让得人丝毫不怀疑 他下手的真实性 石轩面色阴沉 望了这一幕 双拳猛然紧握 他盯着 那射数的精神长矛 在最后的时候 他终于出声了 你赢了 尖锐的长矛 在聚雷蛇等人 还有丈许距离时 便陡然凝固下来 玄机凭空散去 对着石轩伸出手掌 说 拿来 石轩胸膛微微起伏着 显然 心中的怒火 已经累积到一种 相当可怕的地步 他森然盯着林洞 深吸了一口气 音声说 一手教丹 一手教人 说着 他手掌一握 一个乾坤袋 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袋口微微张开 顿时 那如同火焰般的涅槃之气 冲了过来 看这般阵势 那其中涅槃丹 显然是达到一个 相当惊人的数目 望着这般浓郁的涅槃之气 即便是石轩 眼中都是有着肉腾之色涌动 一百万涅槃丹 这不是什么小数目 就算是对于摩颜王朝来说 都是颇有些伤筋动骨的味道 不过没办法 他们当初为了培养 雷蛇与陈牧 花费了不少代价 特别是雷蛇 他虽然渡过涅槃节失败 但是有了这次经验 下一次成功的几率 必然能够上涨一些 这种种子若是被毁了 对于他们摩颜王朝的打击 就有些太大了点 林栋微眯着眼睛 盯着乾坤带 以他的眼力 只需要感应那股渗透出的涅槃之气 便是能够猜测出 其中大致所拥有的涅槃丹数量 当即弹磨点了点头 林栋与石轩对视 轩辑同时一挥手 乾坤带与雷蛇等人 几乎同一时间被丢了出来 林栋丢人出去是有些手段的 各自催动尽力不同 嘴导致丢的人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对四面八方落了过去 再加上如今雷蛇等人 紧述昏迷身体虚弱 若是任由落下去的话 即便不摔死 恐怕也得断戈不断腿 这样也是导致那石轩想要救人 还得越做耽搁 而也就是石轩出手抓住雷蛇等人时 那乾坤带已经出现在林栋前方 不过谨慎的他并没有一把抓住 而是先探出精神力 闪电般的侵入乾坤带内 并没察觉什么不对劲地方 这才大袖一挥 将其收入囊中 多谢魔阳王朝款待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我们再好好续续 涅槃丹到手 林栋也是一声大笑 小妍也是立刻煽动双翼 犹如闪电一般对远处暴虐而去 此时的石轩 已将所有人都接住了 袖跑一挥 将他们狠狠丢向城墙之上 砸得蓬蓬作响 谁都看得出来 对于雷蛇等人 他心中是极其的暴怒 如果这些是寻常人等 恐怕他直接动手 亲自将他们给宰了 小子 你还真以为我魔阳王朝的涅槃丹 如此好拿吗 若是今日让你顺利脱身 我石轩 我石轩还有脸面在磨炎成立足吗 石轩 面色阴依地望着那暴窜远去的林栋 眼中也是有着鸿芒闪动 阴隐间 脸庞都是有些猙獰扭曲 看来今日他也是被林栋气得着实不轻啊 而也似乎在印证着石轩的话语 就在林栋刚刚转身准备离去时 在其后方一道道雄魂无比的园里光柱 猛然暴胜而出 最后化为一片光幕 如同囚牢一般 将这一片天地尽数封锁 光幕之中 弥漫着狂暴的园里波动 隐隐间就看见 那些园里光柱升起的地方 有这一道道气息强横的身影 显然这一次为了将林栋彻底阻拦下来 石轩也是动用真正的大手臂 将魔阳王朝 绝大多数强者都是搬了出来 促见这般大阵 在阵法笼罩之下 就算是他想要破阵而出 都是极为的棘手 无数人望着升腾而起的光幕阵法 心头都是唯唯一震 今日这事 果然不会轻易地罢休 远处的林栋 也招呼着小炎停了下来 他看着这颇为壮观的大阵 眼中也受着惊异之色 看来 这魔阳王朝 对他倒真是挺看重的呀 居然不惜动用一个王朝之力 将其困住 我先前告诫过你 做事留意些 凭你的能耐 将从我魔阳王朝嘴中抢食 只能说你太过天真 在林栋缓缓转过身来时 那时轩 已是踏着虚空飘掠而出 停留在林栋不远处的地方 嘴角的笑容 蓬围的猙獰 我给了你机会 不过可惜 你没有把握 现在 你已经失去了 最后的机会 璀璨的金光 伴随石轩脚步的踏出 逐渐地 从其身体之上散发开来 一种强大的压迫之感 弥漫而开 仿佛连空气 都是凝固了下来 石轩心中的怒火 显然累积到一种 必须爆发的程度 所以 在其声音刚刚落下时 他的眼神 便是冰寒彻鼓起来 脚步一踏 面前空气便爆炸开来 而其身形 却如同鬼魅般地消失而去 望着石轩消失的身影 林栋眼瞳微缩 玄机猛然转身 双臂交叉 金光涌动 眨眼前 两条手臂便变得 如同针筋锁住 一道金光全影 陡然撕裂虚空 然后狠狠地轰在 林栋交叉的双臂之上 当即 一股可怕的进风便爆发海来 林栋直接是 被震出小炎虎背 脚步在天空 虚踏实数步 方才稳住 然后他便感觉到 双臂上传来剧痛之感 当下眼中有着凝重之色闪烁 如果不是如今他小涅槃金身大成的话 恐怕光石轩刚才那一拳 便能够直接轰断他的手臂 涅槃金身 石轩的身形自半空中闪现而出 他略微有些愕然地望着林栋 那犹如黄金所住的手臂 他自然是知道 这是涅槃强者方才具备的标志 但眼下 林栋的原理波动 顶多只处于半步涅槃的地步 但怎么会将涅槃金身 修炼到这种地步 难怪敢这么嚣张 原来是真有点本事啊 不过今天 在我摩烟王朝面前 你就算是条龙 也得给我趴着 愕然仅仅持续了一顺 便被石轩眼中的森寒所取代 他轻轻扭扭脖子 浑身骨骼 仿佛都在嘎吱作响 一种爆炸般的力量 在筋肉蠕动前爆发开来 令得空气颤动不已 林栋深深地吐出一口白气 然后甩甩有些发麻的手臂 脸庞上却挑起一抹 有些火热的笑容 阴远涅槃静了 想要将我留下来 就得看你本事够不够了 城墙上 众人听得两人这番对话 眼神同样是滚烫起来 他们倒是很想知道 这两个都是拥有着 不弱名头的狠人碰在一起 究竟是谁能够更胜一筹 遥远的天空之上 两道人影对峙而立 气氛凝固而紧绷 阴隐间有着速杀之意 悄然地弥漫开来 城墙上的众多目光 也相当火热 天空上两道人影 在这西北地域 也算是有些名声 当然石轩是早早成名 阴元涅槃静的实力 足以让他 傲视许多高级王朝的强者 再加上背后磨炎王朝的名头 很多人都知道 他也好人物 而反观林洞 就是最近时间 方才名声雀起 而且其人总是东来东往 想来应该是来自一些小王朝 但是也并不妨碍 人们对他所造成的一些事实 所震撼的心态 毕竟 敢以一人之力 挑衅整个摩颜王朝的人 在这西北地域 可是真的不多见 这两个名人的对峙交手 显然很是吸引人的眼球 他们倒是很想知道 这两人的对撞 究竟是谁能够更胜一筹 石轩脚踏虚空 目光有礼 寻找着林洞周身破绽 最终 森然冷笑 我见过不少你这种人 偶有其余 实力突飞猛进 便自以为天下无敌 谁都不放在眼里 不过 最终这些人 能够真正活下来的 十人中 或许 仅有一人好运而已 在我眼中 你也是这一类人 不过可惜的是 你不会成为那诗人中 活下来的人 高级王朝的地域 不是你这种爆发护板的 重击能够比喻的 林洞笑笑 倒没有与这石轩 做口舌之争的意思 高级王朝地域固然不弱 不过 却并不能代表所有 敌运足够 只能足以让他们起点 比寻常人高一些 但是 日后的成就 却唯有完全依靠自己而已 然而 正是林洞 这平平淡淡的笑容 却让得石轩 拳头 忍不住紧握起来 心中更是有着邪火生透 别人提起他磨炎王朝 莫不是敬畏有加 但眼前这家伙 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也不知道是因为他无知 还是因为信心太过的膨胀 伴随石轩拳头紧握 璀璨的金光 也是缓缓地 在其身体表面流动着 惊人的原理波动 如同风暴般 一波一波地席卷开来 我看你接下来 还能否笑出来 石轩印法变幻 澎湃的原理呼啸而出 甚至连天地间的原理 都在以其为中心旋转起来 一波波浓郁的光芒爆发开来 片刻之后 竟是在那天空之上 凝聚成一座庞大的山岳 那座山岳之巅 有着一个巨大的福音 散发着惊人的波动 山岳横管天空 隐约间 有着极为凌厉的全劲 所爆发开来 真是连天空 都在山岳之下颤抖起来 磨印镇山拳 石轩面色阴寒 一拳的轰下 顿时那巨大的山岳 便带着阴影 对林董爆轰而去 凌厉无比的全劲 直接在其下风的地面 都生生的震的塌陷下去 这石轩一出手 便是露出了 因缘涅槃镜真正的手段 这因缘涅槃宁起 比起雷蛇等人 不知道强横多少倍 那等威势 也足以让一名 类似沉默这种涅槃镜强者 生生的轰暴而去 王神那带着阴影 与压迫降临而来的山岳 林董眼中 也是涌动着凝重之所 旋即 他还深吸了一口气 手掌一翻 一个功劳铺团 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正是那运神铺团 雄厚的原力 以及强大的精神力 几乎在此时 同时抱涌而出 然后源源不断地 灌注进入扑团之中 随着两种力量灌注 扑团之中 一道强大的光柱 陡然冲天而起 那种奇特晶圆之力 令得这片天地的元气 都在刹那间沸腾起来 这股力量 石轩稍微有些震动地望着 那呈现混沌色般的光柱 面色一变 他能够察觉到 这种与原力 以及精神力 截然不同的力量 似乎是相当的强大 这个家伙 竟然能够融合 两种不同的力量 石轩的眼力 显然也极为不错 一眼便窥探楚端倪 当下心中 便有些翻江倒海的味道 他非常清楚 融合两种力量的困难程度 莫说他现在只是因缘涅槃 就算再度过几次涅槃节 恐怕依然达不到这种程度 据说融合不同力量的手段 可不是涅槃强者能够掌控的 但眼下 林洞的举动 就是给他带来不小的震撼 是那扑团的缘故 不过震撼归震撼 但这石轩毕竟没有失措 目光一转便凝固在 林洞面前那古老的扑团上 那浑顿色的光柱 正是从里面冲出来的 大黄求天指 一指求天地 二指昆山河 五指动乾坤 巨大的金色光柱 一道道冲破远销 而后撕裂虚空 五根有辱来自远古的巨址 便这样静静地悬浮在天界之上 那种古老 仿佛横骨永存 这是林洞有史以来 第一次一次性地 将大黄求天只有五指 紧数伸展出来 而且还是催动的 精软之力来凝聚 那等威力 就连这片天地 都是有些震荡的迹象 城墙上 无数刀目光 望着那悬浮在 林洞头顶上空的 古老巨址 眼中也是有着 浓浓的震撼之色 涌动着 在这种强大的武学之下 就算是姻缘涅槃强者 都感到了致命版的危险 林洞双眼之中 战役涌动 在突破到半步涅槃之后 在凭借天赋师的能力 他终于是能够 酣畅淋漓地 将这大荒求天指示展出来 五指悬空 林洞手臂猛然挥出 顿时古老的巨址 呈首尾相接之势 陡然暴力而出 那等可怕的冲击力 反而连虚无都出现一些扭曲的技巧 低沉的空气爆炸声 连绵不断地在巨址之下传出 而后在那无数岛 屏溪般的目光下 古老巨址终于是狠狠地 与那山岳轰然相撞 惊天动地般的巨像声 如同九天惊雷般 陡然在这片天地间响彻而起 大地都在这种巨声之下颤抖起来 第一根巨址 在接触的片刻间 便被震得爆炸开来 接着第二只 也正面轰击在山岳之上 在石轩那冷笑的目光中 第三根古老巨址 仅仅只在山岳镇压下 持续了十数秒的时间 便是彻底爆炸开来 这一幕让得不少人有些哗然 林洞这五学 声势倒是不弱 但是似乎威力 并没想象中那么强横 然而 对于那诸多喧哗 林洞眼神却没有丧毫的变化 大荒求天志 每一志的威力 都是截然不同的 特别是第五志 更是有着一种志的变化 现在高兴的话 未免太早了一些 而事实 也正如林洞所聊 伴随第四志诈里 那最为古老 以及宁氏的五指 也终于是轰然落下 点在山岳之天 那奇异的符文之上 原本催枯拉朽般的挺进山岳 瞬间戛然而止 天地间沸腾的原力 仿佛也在这一刻 伴随石轩脸庞上冷笑 缓缓地凝固了下来 两个庞然大物 在天空之上僵持对峙 一波波恐怖的波动 不断地散发开来 那种波动 即便是涅槃强者 都是感到心悸的 融合了林洞 半部涅槃境的原力 以及天赋师的精神力 这大荒求天志的第五指 威力显然强到了一种 连林洞都是有些惊诧的地步 给我破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林洞眼神陡然凌厉 低鹤声 刺激喉咙前低沉地传出 而刺激听到林洞鹤声一般 那古老的凝练第五指之上 众多古老风纹 陡然间爆发出璀璨光芒 一种不惧天地般的可怕威势 悄然地弥漫而出 这种威势阴隐间 仿佛有着超越造化武学的迹象 石轩眼通紧缩地望着这一幕 然后他便是见到 山岳之上的符文 突然开始崩溃 最后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庞大的山岳 竟是直接被那最后一根巨纸 声声地轰暴而去 轰暴山岳 那古老巨旨虽然暗淡许多 但是那残余的尽头 依然是轰隆隆地 对着石轩轰去 那种猛然的波动 连石轩都被震退束步 方才将古老巨旨轰散而去 漫天寂静 一道道目光望着那崩溃的山岳 以及退后的石轩 片刻之后 城墙上响起了一道道 倒吸冷气的声音 好强大的武学 好强大的勤艺能量啊 强行稳住身形 石轩手掌微微一抖 旋即双眼深处 有这种浓郁的贪婪涌动出来 林栋所施展这武学 以及那混沌般的能量 即使是他 都被勾起了心中的弹意 这种宝贝 不是你这种人能够掌控的 给我交来 石轩面前空气爆炸开来 他的身形鬼魅般地 出现在林栋前方 旋即一把弹出 竟直接是对着林栋面前 运神蒲团上所抓过去 显然他也看了出来 林栋施展出的武学 之所以如此强横 与这个蒲团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蒲团 他要夺走 石轩的身影几乎是在 上那间便出现在林栋面前 但是他却并没有 对林栋发动攻势 反而是一把对林栋深浅的运神蒲团抓了过去 看着模样 他竟是打算强夺蒲团 石轩的举动自然也被林栋所察觉 当即眼神便是一寒 旋即身影 猛然一步踏出 狂暴的原理波动在其周身爆发出万丈光芒 直接凝聚成一头光明去向 圣像崩天壮 光明去向弥漫着可怕的威势 而后带着寒天动地版的可怕冲击力 狠狠地撞向面前的石轩 空气的这般可怕冲击下 竟然爆炸开来 那石轩双眼也是违密 眼神一阵变幻 旋即蒙得化为一股恨意 竟丝毫不理会林栋的攻势 手掌依然是不闪不闭 抓向扑团 他对于这扑团能够融合两种力量的功能 是极其的垂涎 他若是能够得到的话 必然会成为他手中的一剑利器 至于林栋的攻势 虽然狂猛 但石轩倚仗自己肉体 已动过一次涅槃前 倒并不是十分的忌惮 在他看来 就算是应接了林栋一掌 恐怕后者也奈何不了他 林栋望着 那竟然选择无视自己的攻击 要抓向扑团的石轩 眼神也是陡然一寒 下一刹呢 光明巨像 已是携带可怕的冲筋力 狠狠地撞击在石轩的身体之上 撞击的瞬间 石轩的身体直接爆发出 如同金铁香蕉般的清脆之声 而后他体内金光 疯狂地涌动着 强行抵御着那蛮横的冲撞力 而在这种冲撞力之下 石轩伸出的手掌 也是越来越慢 最终在巨铺团上还有寸许距离时 陡然凝固下来 滚 林栋一声冷喝 他的身体之上 同样在此刻爆发出璀璨金光 旋即金光蔓延开来 短短瞬间 光明巨像变化为一头巨大的金像 耀眼的金光刺人眼目 这一次更加狂暴的巨像声传出 然后那原本手指即将触摸到铺团的石轩 身体便是直接被生生震得倒飞而出 而其步伐在虚空踏出石书布 方才稳住身形 当下一张脸庞 变得异常铁青起来 显然 林栋能够将他正面震退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 虽说应接林栋如此凶悍的攻势 但是那石轩却依旧生龙活虎 没有丝毫的唯靡迹迹象 看得林栋暗暗心情 不愧是渡过涅槃劫的强者 他这种攻击 一般涅槃强者被冲撞上 少说也被震得气血翻腾 但这家伙竟然跟没事人一样 石轩身心稳住 这连番的失利 显然也让他的面子 极为的挂不住了 眼中也受着寒流在涌动着 旋即 他陡然伸出一根手指 遥遥的对准林栋 璀璨的金光夹杂着 狂暴无比的原力 以一种疯狂的速度 在石轩指尖凝聚 趁头着他眼中的闪烁金芒 谁都明白 他似乎是动了真怒了 金刚烈天旨 金光闪电般地涌动着 仅仅只是数个呼吸的时间 一道金色光柱 直接是一种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 瞬间自石轩指尖爆冲而出 这道金色光束 灵力到了一种相当惊人的地步 金光掠过之处 虚无的空间仿佛都留下了一道 淡淡的金色痕迹 林栋眼瞳陡然紧缩 就望着那暴力而来的金色光束 这一刻 他同样是感觉到了浓郁的微香味道 当即掌心一旋 便有着黑洞在掌心成形 金色光束狠狠地掠来 不过就在林栋即将冲手的一刹了 那金色光束就陡然一个诡异的拐弯 并未直接攻向林栋 而是狠狠地轰向了林栋身前的那运神扑团 到了这个时候 林栋方才明白 原来石轩的目标并非是他 而是这运神扑团 这家伙也够果断的 竟然抢不到 那就将其毁了 这一手不得不说是极为的狠辣 而且也有些出乎林栋的意料 因此 当他见到那金色光束猛然拐弯时 他也是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了 金色光束结结实实地轰在扑团之上 狂暴而凌厉的波动 瞬间席卷开来 在这种强横的攻击之下 只见得那运神扑团 也在林栋震惊的目光中 缓缓地裂开了一道道的裂纹 运神扑团并不算什么灵宝 他的功效也并不多 仅仅只是能够融合精神理及原力而已 因此当面对石轩权力一击时 他已是无法承受这种破坏 进而出现了崩溃 一道道裂缝飞快地弥漫开来 最后终于是在林栋 有些阴沉的目光中猛然炸裂开来 漫天光点扩散而开 运神扑团竟直接被石轩给打爆了 远处的石轩 冷笑地望着这一幕 虽说心中略微有些惋惜 不过也好过这种宝贝被林栋所得来的好 然而那漫天光点漂浮之时 所有人甚至连林栋本身都并未察觉到 在运神扑团爆炸而开的刹那 一道豪芒正好从无数光点中爆流而出 由于林栋正好处于扑团的后方 所以那豪芒射出之时 也是第一个接触到他的身体 而在接触的刹那豪芒便消失而去 并没有带来丝毫的异常 以至于连林栋都并未发现这一幕 林栋面色一片阴沉 他显然也没想到 自己会被石轩摆了一刀 当着他的面将运神扑团给毁了 对于运神扑团的重要性 林栋再清楚不过 融合力量这种事情 就算是小雕这种 严界其高的家伙 都是感到有些棘手 这足以说明运神扑团的真鬼 如今却被石轩给毁了 这损失可不是一般的大 王八蛋 林栋眼神阴森 澎湃的精神力 伴随心中的怒火 陡然喷声而出 瞬间便弥漫天地 而后天地间狂风大作 乌鱼凝聚 雷鸣震震 好强大的精神力啊 这家伙真的只有进入天赋师吗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精神力 感受着天地间弥漫的强大精神力 不仅城墙上众人一片哗然 就连那石轩 双眼都是微微的隐迷 吞噬雷掌 宛如巨大银射般的雷震 陡然自天空闪略而下 而后在林栋一掌之下 化为青黑色雷震掌印 当头便是狠狠地对石轩轰了过去 望着那当头轰来的巨大黑色雷掌 石轩倒也不敢过于怠慢 从那雷掌上面 他感受到了一种精微诡异的味道 这令得他不敢过于拖大 当即催动着原力化为巨掌 也与那雷掌狠狠地轰在一起 天空上一道道雷掌不断地呼啸而出 而后与那石轩的攻击相撞 那种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不断地在天空上回荡着 城墙上众人望着那打得极端火热的两人 也是暗暗砸舌 对于林栋竟然能够与石轩抗衡这么久 而不落下风 他们显然也感到极为的惊讶 当然眼力好的人 自然也是能够看出来 这种战斗若是持久下去的话 必然会是石轩去胜 毕竟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度过了一次涅槃节的人物 论起原力的雄厚程度 自然是远胜林栋 又是一记结结实实的硬棚硬 林栋身形倒退术步 玄机眼神冰寒地望着 那远处一脸冷笑的石轩 林栋 你能拥有这种战斗力 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不过我说过 你今天 插尺难逃 石轩指着天空上那弥漫的光网 阵法将这片天地都是封锁 林栋现在反抗激烈 不过 这只是昙花一现 想来再过一会儿 他便会露出疲态 到时候要将其收拾 易如反掌 林栋双眼微眯 刚想冷笑出声 小雕那六位有些急促的声音 陡然在其心中响起 林栋 先走 你体内似乎出现了一些状况 听到小雕的声音 林栋心头猛的一震 不过虽然心头有些疑惑 但出于对小雕的信任 他还是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石轩 却是一笑 说 你以为 凭借这些东西 就能将我拦下来 石轩眼睛已眯 冷笑说道 难不成 你还要狂言 要说吗 狂言倒算不上 不过 我只想跟你说说 你非这般阵仗 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你回我扑团之事 我记住了 等下次再见面 我会让你把这债 好声地还一下 林栋 林栋淡淡说着 玄机 其手掌一握 一枚古朴的钥匙 便出现在 他的手中 远古密钥 望着那枚钥匙 石轩眼瞳 陡然一缩 玄机 似乎察觉到什么 猛然一把抓出 俊打的原力手掌 一把 便对林栋狠狠地 抓了过去 不用送了 这一百万年盘摊 我今日笑纳了 其他的事 下次见面 你小心一点 对于石轩的攻击 林栋却是一笑 手中密钥 猛然爆发出一阵光芒 直接将其身形包裹住 而后 他的身影 便惊为诡异地 消失在天空之上 巨长呼啸而下 却扑了一个空 石轩望着 那空荡荡的天空 面色当即 便变得无比的铁青下来 摩檐城之外 天空煞时间 变得清静下来 那城墙上的众人 同样是 有些正正地望着 林栋诡异消失的地方 显然是未曾料到 后者竟便是这样 直接走了 城墙上的沉默 持续了一会儿 然后 那一道道目光 并带着一些幸灾乐祸 看向天空上 一脸铁青的石轩 今日摩檐王朝 行尸动众 甚至 连石轩这一位 姻缘涅槃强者 也是亲自出手 不过最终 却依然被林栋顺利地 将一百万涅槃丹带走 这种行径 简直就是 在摩檐王朝脸上 狠狠地抽两巴掌 而且 还是相当响的那种 板空中的石轩 虽也是感应到 那些目光 当即脸色 就铁青的 更加难看起来 而此时 天空上的光网阵法 也逐渐暗淡下来 那些魔鹰王朝强者 从四面八方掠来 有些战战兢兢 望着一脸猙獰 如同要是人一般的石轩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给我传下去 找谁抓住林栋 将其人头交来 不仅那家伙身上 一百万涅槃丹 归他所有 我摩檐王朝 还会再赌天上 五十万涅槃丹 石轩 森森的目光 扫过林栋消失的地方 冰冷彻骨的声音 在这片天空上响起 同时 也是传进了 城墙上 那些人耳中 石轩这话一落 无数人眼中 猛然涌上一股贪婪之色 这加下来的报酬 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涅槃丹的庞大数目 谁如果能够获得 这笔巨款 冲击涅槃境 自然不会再担心 涅槃之气 有丝毫的匮乏 这个统极 可真有点疯狂的意思呀 华染声 如同波浪一般迅速地蔓延开来 最后波及整个城市 绝大多数的人 都被这股庞大的涅槃丹所震撼 紧接着 眼睛都是血红起来 不过 也有一些冷静的人 安自摇头 一百五十万涅槃丹 固然充满着诱惑 但是那林洞 也不是省油的灯 而且他能够在摩阳王朝 重重堵截之下 安然离去 想要抓住他 谈何容易 这涅槃丹 可并不好赚呢 当然 有这种理想的人 毕竟是少数 一百五十万涅槃丹 足以让很多人 为之疯狂 石轩望着 那哗然起来的城市 眼中也略过一抹冷笑 森然难难说 得罪我摩阳王朝 我就让你在远古战场 寸步难行 林洞 我看你这丧家之犬 能躲多久 而在石轩发布着 对林洞的通缉令时 后者 已是躲入了 远古密钥空间之中 在他进入空间这个时候 远古密钥 也是再度 顿入虚无之中 即便是以石轩的能力 也是无法将其察觉 密钥空间 依然是那片黑石广场 空空荡荡 没有半点人气 林洞自黑石广场中落下 绣包一甩 小岩从其绣袍中窜出 同时小雕也闪现出来 望着小雕 林洞皱眉说道 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看 小雕爪子抓了一下脸 眼神倒略微有些古怪 对于小雕这种眼神 林洞心头微跳 心神立即沉入体内 在经过一番仔细搜索之后 好半场 他终于是发现 问题的所在了 在他丹田上方 出现了一片光芒 在那些光芒之中 隐隐间 有着一条条光线蔓延开来 仿佛是组成了一个 绘色复杂到极点的 小型光阵 古老绘色 那种气息 让到林洞心脏 都是围之一沉 这是林洞 对这个阵法的第一印象 而忘了这个阵法 林洞也是愣了好片刻 显然搞不明白 这东西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他的身体之中 而且 最令得林洞惊艳的是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 这繁琐复杂的阵法 有点熟悉的感觉 林洞皱着眉头 仔细地观测着 如此伴上之后 他的面色 终于是有些变化起来 因为他察觉到 那光阵悬浮间 那下方的丹田中 竟不断地 有着原力涌出 最后被阵法所吸收 这种情况 让他林洞心头 狠狠地颤了一下 这该死的东西 竟然在偷他的原力 心中怒火涌动 林洞身心一动 澎湃的原力 便呼向而出 然后狠狠地 轰向那光阵 但不论他如何的冲击 光阵却是窥然不动 反而是更大吸收的迹象 让林洞急忙停下 这鲁莽的冲动 这是什么东西 施展了一些手段 但林洞 却依然是一筹莫缠 只能将心神退出体内 看向小雕 面色有些难看地说着 小雕沉吟说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应该是 隐藏在运神蒲团中的 奇异阵法 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 运神蒲团 才有着融合 两种力量的功效 这该死的阵法 才吸收我的原力 林洞咬牙切齿地说着 任由这阵法 这么吸收下去 它还要不要修炼了 虽说这阵法 吸收的不是很多 但正是这种 抽丝剥茧般的吸收 方才能够 真正地痛入骨髓 所以这东西 必须解决掉 小雕缓缓地说着 这阵法 不是简单货色 我先前观测了一下 这东西 竟然有着 很神奇的融合之效 林洞翻了翻白眼 这不废话吗 那就是依靠运神铺团 才能够把原力 和精神力融合 形成独特而强大的 精元之力 这不是你那种融合 而是更为复杂 和晦涩的融合 比如说 将两种以上的 或者是更多类型的力量 融合在一起 小雕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明显 有着一些惊异之色 想来这种能力 就算是他 都感到颇为的震惊 林洞也终于是愣了一下 待到他明白 这代表着什么的时候 嘴角也忍不住 咧了一下 旋即又是心机 这震法 倒的确是有些古怪 也不知道 让他在身体之中 究竟是好事 还是坏事 小雕说 你的体内 有着三股力量 原力 精神力 以及吞噬祖父的 吞噬之力 要是能够操控 这震法的话 说不定能够融合 这三种力量 到时候 以这种融合的力量 来施展武学 向来威力 必然是相当的强悍 林洞苦笑道 这听起来倒是不错 不过 这震法显然不是省油的灯啊 我先前尝试了一下 没有半点效果 它还在不断地 吸收我的原力 以你的能力 的确无法动摇 这震法的丝毫 必须拥有 将其镇压之物 方才能够 让它服服帖帖地 为你所用 小雕的经验 倒极为老练 越做沉吟 便如是说着 林洞中了皱眉 这光阵 显然不是简单货色 说不定来头 也相当之大 想要将其镇压得 服服帖帖 恐怕不是简单的事 小雕笑笑 直至林洞 掌心 以及脑袋之中 这震法 必然是某位 超级强者的杰作 常人得到 或许还真没办法 不过你却不一样 虽然心中 为小雕所说的 超级强者震了一下 不过林洞 还是很快 回过神来 手掌帷握 说 你是说 吞噬祖符 以及石符吗 小雕点点头说 不管这震法 什么来历 吞噬祖符 以及神秘石符 都足以将其镇压 笑话 吞噬祖符 乃是天地间 八大祖符之一 令天地而生 足有吞噬天地之力 而神秘石符 也是来历不凡 即便是当初的小雕 也未参透他的来路 由这两大神物作证 管他的阵法 是神所创的 也难以抵御 见到小雕如此肯定 林洞也悄悄松了一口气 而后也不做什么托打 立刻盘腿坐下 沉声说 那便开始 小雕微微点头 笑道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若是能够将这阵法 掌控压住的话 或许对你以后 将会是有莫大的好处 林洞点点头 也不再多说什么 眼中有着火热之色涌动着 拳头缓缓紧握 他倒是要看看 这阵法究竟能厉害到什么地步去 不管这东西 是由什么超级强人所创 不过 既然到了他的体内 是龙也得盘着 是虎也得爬着 磨砂 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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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